主持人的主持人 主持人的主持人 感謝主讓我們在這裡跟大家一起 同性的來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是配得一切 榮耀、誦惠跟詹謂的 今天要跟大家來思想 一個節目 一個問題 你所信的主是誰 當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說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我所信的主,當然是主耶穌啊,還要問嗎? 可是我如果有人這樣問你 他說你信主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能不能告訴我你所信的這位耶穌 他是怎樣的一位神 你要怎樣回答他 想想想 可能你的回答很簡單 我所信的耶穌,他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你要定三天復活 你要信耶穌能夠得永生 是不是大家會這樣講 但是除了這樣,還有什麼 你對耶穌的認識有多少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因為你對耶穌認識的越深 你越能夠去認識去經歷他的美善他的慈愛 你就越會愛你所信的主 你就越能夠去依靠你所信的主 然後當你願意更多依靠這位主的時候 你的跟他的關係就會更加的親密 今天教會的主題是與神同行 你怎樣能夠與神同行 除非你認識他更深 所以我們今天在思想 我所認識的這位主是誰的時候 這不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這是我們一生都在問的一個問題 我對他認識有多少 我對他認識越深越多經歷 我的靈力就被提升上來 不是嗎?我的靈力就會越好 不到我自己的靈力會越好 而且我在傳福音的時候 當我在跟人家介紹約束的時候 我能夠講得很生動 因為我有經歷 能夠把約束人不要講得很清楚 結果人家一聽了以後 會很可能來信你所信的主 不是嗎? 所以今天這個題目呢 不再關乎到我的靈命 這個題目關乎到我們傳福音的訓練 所以我要請大家來翻開今天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是在西伯來書的第一章一到三節 但是非常非常豐富 我們翻到以後呢 我們一起同心的來念這三節的經文 再西伯來書第一章 第一節我們開始念 請 神既在古時 藉著眾先知多識多方的小玉列祖 就在這末世藉著祂兒子小玉我們 又早已替祂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藉著祂創造諸世界 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是神本體的真相 常用祂全能的命令托諸萬有 祂洗盡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邊 我們先一起來同心來擁抱我們的祖 求祂來幫助我們擁抱祂 親愛的天父 我們同心的來到祂的面前 我們願意更多的來認識我們所信的這位祖 我們不是只是很表面的知道很基本的這個真理 我們還是要更多更深的來認識我們的主 也有著關乎我們的一生的跟主的關係 我們的靈命如何也跟我們對耶穌人認識是息息相關 我們在跟人家傳出音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對這位主有真正的認識 才能夠把人帶到祂的面前 所以求祖幫助我們在下面這段短短的時間裡 給你自己來對我們說話 藉著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讓我們打開我們心裡的眼睛 能夠明白我們所認識的這位主 他是何能偉大的一位主 主啊幫助我們 我們有這樣渴慕的心 求祖你的聖明這個時候大大的工作 讓講的聽的都一起得到招救 我們這樣祈求祷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聲明 好安靡 剛才我們所讀的雖然只有三節經文 那麼他事實上在講有兩個重點 有兩個重點 我們的神是一直不斷地在說話的神 第二個重點 我們的主是非常非常榮耀的主 我們所信的主是怎樣 好的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重點 我們的神是一直在說話的神 你看看他第一節這樣說 他說神既在古時借著眾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育列祖 就在這末世借著他兒子小育我們 所以我們就會去想 我們神在古時譬如說在舊約的時候 他是怎樣借著眾先知來小育祖先的 我們知道我們讀舊約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先知書對不對 大先知書小先知書很多的先知 神怎麼樣借著先知來小育列祖 他來勸勉這個祖先呢 譬如說 以色亞 神見著以色亞 你讀過以色亞書 神見著以色亞來告訴百姓 你們不要去拜偶像 不要去監獄 對吧 不要去依靠外邦 你們要好好的來敬拜耶路華 來信靠耶路華 可是神不但是借著這些先知口裡去講 還借著他們一些的動作 一些所謂的食物教材 來教導百姓 譬如說以色亞 你在看以色亞初二十章的時候 你知道神讓以色亞有三年的時間 赤身露體行走在百姓當中 不穿衣服三年 為什麼能用以色亞這樣做 他就是要讓這類百姓知道說 你們不要去依靠愛情 不要依靠古時 為什麼 因為你所依靠的國家 將來會像以色亞這樣 赤身露體 他們被弱 赤身露體 你看就是這些先知不是用講的 而且啊 用做的 給他們看 就是這一節經文所講的 神器在古時 神借著眾先知多次多方 多次就是不只一次 多方就是各種方法 各種常人 用各種方式 讓百姓的公平白 你們不要去依靠外邦 你們不要去拜偶像 你們不要依靠神 可是 這些以色列百姓 他們聽到 神借著先知這樣講到 他們相不相信啊 用不願意悔改啊 如果你不就業的時候 你很清楚 他們不聽的 先知書不管你用說的要 用做的要 不聽 仍然繼續拜偶像 仍然繼續依靠外邦 仍然繼續依靠外邦 那怎麼辦呢 那神啊 好 你們不聽 那現在 我猜我的兒子 從天上下來 繼續來跟武川 你們總在聽我的兒子吧 結果呢 後來 神的兒子耶穌 就從天上下來 對吧 繼續來勸百姓 所以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 神的不盡了 你們要悔改 幸福音 繼續勸他們要悔改 要歸向神 可是這個以色列百姓啊 不但不聽 還把耶穌怎麼樣 因此在十字架上 因此在十字架上 我們的十字架上 我們十字架上 在說話 神借著先知你不聽 竟然借著兒子來跟你講 還是不聽 神借著先知所傳的信息啊 是基本上是比較片面的 如果你是讀先知書 對不對 這本先知書 它有一個重點 這本先知書另外一個重點 可是在這末世的時候 這聖經講的 藉著兒子來曉害我們 耶穌所傳的信息 那是完整的 而且是終極的信息 譬如說 耶穌在馬賽福音 二十二章四十節 耶穌對法利撒人說 最大的接命是什麼 愛神 愛人 對吧 這兩條接命是 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總幹 你看耶穌這句話 愛神愛的就是 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總幹 你想想看 律法書裡面在講什麼 摩西律法 對吧 摩西律法 我們可以分成 禮儀律 民事律 道德律 禮儀律就是 你怎麼樣來 敬拜神 禮儀嘛 你怎麼樣獻祭 就是愛神嘛 教你怎麼樣愛神 然後你的道德律 你的那個 這個民事律 教你怎麼樣愛人 你不能夠虧待別人 你要怎麼樣來 你犯了錯要什麼 補償別人 對吧 這是在講愛人 所以整個摩西五經 就在講這件事情 你怎麼樣愛神 你怎麼樣愛人 你看看十戒 十戒裡面 前面四戒是在講愛神 後面六戒是在講愛人 神本律法術 神本律法術 就是在講愛神 愛人 那先知書呢 你讀先知書 你知道 母簡大 先知 神 都是在告訴百姓 你要怎麼樣來敬拜這位神 不要去敬拜偶像 不要拜偶像 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樣來這個 幫助窮人 社會要有公益 所以你去讀那個先知書 就是在講愛神跟愛人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耶穌這一句話 就把整個律法術 整個先知書 整個舊約都講出來了 耶穌他所講的話 就是神的道 耶穌不但講出神的道 而且耶穌自己就活出神的道 不是嗎 你看看福音書裡面 他從來沒有他自己講話 他自己不做到的 沒有 那為什麼 因為耶穌就是神的道 道成了肉身 神就在我們中間 沖沖沖沖沖的有恩典有真典 不是嗎 耶穌就是神的話 變成人的樣子 因此他所說的 他所做的 就是神的道 我們這類神是一直不斷的說話的神 那你說耶穌後來就被釘子在十字架上 後來復活生天 就不在我們當中 那神有沒有繼續在說話呢 到今天神有沒有繼續在對我們說話 神繼續藉著他的靈 就是他的聖經這一本 來告訴我們 他的質疑 不是嗎 這就是為什麼 當你信了耶穌 以後聖靈住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讀聖經才會真的明白他屬靈的意義 對吧 而當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聖經就會來告訴你 你現在最需要的是這句話 所以有時候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突然這句話就跑出來 哇 今天特別有感動 那是神在對你說話 所以弟兄姐妹 當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請你千萬不要把它當成 好像是一本在學知識上而已 這本書是我們的神寫給你的情書 你知道嗎 你要問寶貝 他的話每一句話都是煉靜的 好像在迷路中煉過七次啊 沒有一句廢話的 他是在對你說話的 所以你要用這樣的心態 來讀聖經 因為這位神是一直在說話的時候 神經有一個在鄉下的農夫 他有一天跑來城市啊 找他的一個朋友 兩個人就在很吵雜的街道上 就行走 結果這個走一走走一走 這個農夫出來說 跟他告訴旁邊那個 城市那個朋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聽到 有蟋蟀的聲音 蟋蟀的聲音 這個住在城市住那麼久 從來不曉得什麼蟋蟀的聲音 哪有你不要亂講 這麼吵雜的街上哪有什麼蟋蟀 你不要 你在聽 農夫說你在仔細聽 有沒有 他果然聽到有蟋蟀的聲音 那為什麼這個農夫聽得到 這個城市的人聽不到 因為他的心不在那邊 這農夫心在鄉下的一些事情 他聽得到 這個城市住的人 他心不在同樣的事情 他又聽不到 後來他們坐著沒多久呢 突然聽到有人 頭蠻掉在地上的聲音 結果這個城市的人 你有沒有聽到 有頭蠻掉下的 農夫說有嗎 你有沒有注意到 神是一直在說話的神 問題是你的心裡面在那邊 你心不在那邊 你聽不到今天神對你講的話 所以你這個心在神身上可慕 他對你說話 所以這邊呢 就讓我們看到說 這位神是一直顧念我們 一直在對我們說話 他藉著聖經在對我們說話 甚至藉著大字來都在對我們說話 就是馬祝天書說神的榮耀 群上傳染他的手 你看到這個大字來 你知道神在告訴你 他是多榮耀的一位神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經文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位神一直在說話 但是你有沒聽到 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們所信的這位祖 是非常榮耀的祖 那我們要從這段經文裡面來看 有七個方面的榮耀 有七個方面 所以你好好的來思想 當人家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告訴我你我信的祖是誰 你知道怎麼聽到 你自己知道我信的祖是誰 好 那第一方面的榮耀呢 我們所信的這位祖呢 那是萬有的創造者 萬有的創造者 為什麼 因為經文他告訴我們說 第二節 後半段 第二節他說 就在這末世間的祂 兒子小玉 我們又早已替祂為承受萬有的 也曾借著祂 創造諸世界 你看到這句經文 你知道說神借著祂 他是指耶穌 神借著耶穌創造諸世界 所以這邊講的是 諸世界不是只有一個世界 諸世界有好多世界 其實他原文的意思是說 諸世代 也就是說好幾個世代 耶穌所創造 不只是過去一個世代 是好幾個世代的世界 那就是這個世界啊 又包括看得見的 跟看不見的都要創造 所以才會說諸世界 這個就是在哥羅七書一章七六節所說的 他說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一概都是見著祂造的 又是為祂造的 要注意聽 他說不管你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天上的地上的 一概都是借著祂 就是耶穌 借著耶穌造的 然後又是為祂造的 又是為耶穌造的 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被創造 是為了耶穌而創造的 如果你今天被創造 是為了耶穌而創造的 如果你今天還沒有認識主的話 不認識這位耶穌的話 你怎麼樣活出你人生的目的 不可能就是 除了你跟祂有關係 你認識祂 因為你是為祂而造的 那你會問說 那神 神或耶穌為我 就是創造我 那到底是什麼目的呢 是有無天理 到底是什麼目的呢 你好好讀神經 你會知道 神創造這一切 就是為了要彰顯祂的能量 祂所創造的大使門 包括你創造我 就是要來彰顯這位神的能量 這是祂創造的目的 所以當我們在看 這個浩瀚的宇宙的時候 當你看到浩瀚的宇宙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到說 我們多渺小 對吧 好渺小的人啊 你會不會像大衛 他在詩篇第八篇第四節 他所說的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祂 世人算什麼你去眷顧祂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呢 當你有這種感覺的時候 你就讓神得到能量 因為這是神創造 對不對 在詩篇 104篇第二節 告訴我們說 神鋪渣窮昌 如鋪曼子 你看宇宙這麼豪華 這麼偉大對不對 是神 好像鋪曼子一樣 一鋪就出來了 全部銀河系都鋪出來了 現在有人在 在發現這個整個宇宙好像是平的 他說是Flight Universe 有人發現是這樣 聖經說 忽曼子 就像一個曼子一樣 全部都出來了 將來這位 這位創造主 還會把這個宇宙啊 好像舊衣服一樣 把它捲起來 收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位神 這位主 他是多榮耀的主 他是創造這一切的 萬有的創造者 以前 當NASA有這個 發生這個火箭道 火星的時候 就說 哇 很多人會很興奮說 現在人定聖天啊 不再需要神 你自己都能夠到火星去 你想神經道會怎麼樣 天上發酵 這麼浩漢的宇宙 這個渺小的人類 只能到火星這麼一點點 你就在那邊自當 神讓我們能夠到火星 能夠藉著這個高科技 是要藉著這個科技 看到他的偉大 而不是看到人的自當 所以呢 我們當我們在看神創造的大自然的時候 或者是你看到在路邊一朵很小的美麗的花朵的時候 你不要把榮耀把重在歸給我們的耶穌 是他創造的 是他用他的智慧來創造的 好 這個是第一方面 耶穌是外有的創造者 我們再來看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那耶穌是外有的托住者 托住者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經文 他在第三節 他說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因為是神本體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外有 也就是說 耶穌他創造了這個世界以後 他沒有讓他自己亂走 對吧 他創造完之後 他把他拖住 當然這邊講的拖住 不只是說 讓他維持住 不會墜落下來 不只這樣而已 這邊的拖住還包括掌管 支配 引導 他完全掌權 這個世界將來要怎麼走 完全在耶穌 所以 沒有錯 這個世界很多的災難 你看到 特別是最近 各種洪水啦 地震啦 火山爆發等等 很多的災難 你會覺得說 完了完了 這個世界要吸進孔子 好像 將來如何呢 心中會太怕 不用太怕 耶穌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外面 你 所以呢 在詩篇29篇第10節 他說 洪水泛濫之時 耶穌王坐著為王 耶穌王坐著為王 直到永遠 所以你不要害怕說 哇這個世界會怎樣 他坐著為王 他拖住這個世界了 那你說他為什麼世界那麼多災難 如果他拖住世界為什麼有這麼多災難 或痛苦 這個跟人的罪是有關的 這些災難是跟人的罪非常有關的 所以今天 神界的這些災難 其實不斷地來告訴我們 你們要悔改 你們走錯了 趕快回這 你如果去看聖經 譬如就有很多的地方 不降雨 那降雨不跟你降雨 很多時候 然後你會發明天災難 神在告訴你 趕快回看 所以這個世界不會更好 你不要聽那首歌說 明天會更好 不會更好 只有更壞 為什麼 因為只有罪的問題沒有解決 只有更壞 沒有更好 所以災難會更多 在馬太文論四章 那邊 第七節第八節 就提到說 這個災難 就好像婦人的慘難一樣 你知道婦人的慘難 就是他們陣風的頻率越高 然後強度越大 對不對 所以這個災難也是一樣 本來沒有低症的地方 開始有低症 本來低症很久很久才有五六幾 現在每天都幾乎五六幾以上的低症 各種天災人禍 對吧 這個頻率越高 強度越大 這就是聖經所預言的 所以神要藉這些災難 讓人趕快回轉 讓人看到說 我不能夠彰化我的明天 我只能很謙卑地來依靠這回事 神用這樣的方式在拯救人類 我們曉得 你有沒有這樣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不要像一般人一樣沒有平安的 因為耶穌拖住這個世界 直到這個世界達到耶穌的目的之後 他會再給你整個換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今天耶穌他拖住這個世界 他不只拖住這個世界 而且他拖住你拖住我 我們的每一個呼吸 每一個心跳 都是耶穌拖住的 今天如果沒有他允許 我們沒辦法呼吸的 沒辦法心跳 不是嗎 再來 啟示錄一章十八節 啟示錄一章十八節 耶穌他說 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也就是說 耶穌他決定我們什麼時候出生 什麼時候死亡 然後他死後去哪裡 這一切都在他的決定 他的長選裡面 這個就是來用全能的命令 拖住萬有包括你包括我 這是第二方面 耶穌的榮料 我們再來看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耶穌的榮料 耶穌是萬有的承受者 承受者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在第二節 他就在末世間 他還是小於我們 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也就是說呢 這個世界是由他來承受的 他是完全有主權的 由他來承受的 那你說為什麼耶穌他可以承受這個世界 因為耶穌是神的兒子 對吧 這世界是神人 他是神的兒子 那兒子有什麼特權 兒子就是承受產業的 不是嗎 對吧 所以耶穌是神的兒子 他當然承受神的產業 將來這個世界是給耶穌來承受的 所以他有權來承受這個實踐 雖然耶穌現在在天上 但是這個世界的主權是他的 如果你去看 約翰福音十三章第三節 約翰福音十三章第三節 他說耶穌知道 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父已經將萬有交在他手裡 所以他是有這個承受權 那如果你再去看 啟示錄第五章 啟示錄第五章裡面 就知道有那個小書 有那個七印的 封著七印的書卷 結果沒有人配 打開這卷書了 那誰 唯一能夠配打開的是誰 被殺了老人主耶穌 因為他為人的罪而死 對不對 所以他配打開這卷書 那這卷書七印 就是什麼 一印一印的 世界就受到審判 災難出來了 所以這個七印的書 是耶穌有權來審判這個世界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世界的萬有的承受者 他有這個承權 所以將來他 雖然他現在在天上 將來他回到地上 會建立這個活動 然後會打敗一切的仇敌 最後會建立新天新地 所以在彼得後書第三章第十節 講得很清楚 他說將來這個世界 你所看到這個世界 他說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善的物都要燒盡了 有沒有看到 你現在身邊所擁有的 如果當那個時候還在的話 全部燒壞 全部燒光 因為這個舊的世界一定要去掉 被罪人 越來越壞 到最後他把整個毀掉以後 重新造成一個新人 那就是我們信徒人 可以留在這個榮耀的世界 信天新地裡面 所以你就看到了 這位創造的主 哪要不是不只創造萬有 還拖住萬有 然後將來他是承受萬有 對主權是他的 好的 我們再來看第四方面的榮耀 耶穌第四方面的榮耀 那麼耶穌是榮耀所發的光輝 榮耀所發的光輝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第三節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 那什麼是神的榮耀呢 神的榮耀不只是說 哇神是很榮耀有光對不對 那個榮耀的光 那當然那也是神的榮耀 不過在講神的榮耀的時候 主要是在講 祂 祂的屬性 祂一切屬性的總額 比如說 我們這位神 祂的公義 祂的慈愛 祂的信實 對吧 祂的能力 一切美善的總額 就是祂的榮耀 就是在彰顯榮耀 那 當在這個出埃及記 第33章 如果去看出埃及記33章 剛剛裡面都提到摩西 他說 向神說 求你向我彰顯你的榮耀 我要看到你的榮耀 那神怎麼樣回答他 神就告訴他說 我要寫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 也就是說 你要看我的榮耀嗎 那我就向你來宣告我的名 我的恩慈讓你看到 結果在出埃及記34章的時候 那時候 耶和華就在他面前這樣宣告 他說 耶和華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 不輕易發弄 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 他說 這個就是我的榮耀 我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的榮耀不只祂的榮耀 而且主要是在講 祂美善一切屬性的總合 這就是祂的榮耀 但是 有罪的人是沒有辦法去看到神的榮耀的 像摩西他要看神的榮耀 神跟祂講說 你不能夠看到我的面 看到我的面你必死 那所以祂怎麼樣讓摩西看到祂的榮耀 把祂蒸起來對不對 然後當祂經過了以後 摩西只能看到祂的背部而已 因為有罪 你沒有辦法直接去看神的 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怎麼樣去認識這位神的榮耀呢 我們沒辦法去看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要來到世界上 耶穌來世界上就是來彰顯神的榮耀 讓我們看到我們這位神有何榮耀 譬如說耶穌他平靜風浪 他知道平靜風浪對不對 就在彰顯耶穌的能力 有這個能力 平靜風浪 譬如說耶穌當他一直瞎眼的 就在彰顯耶穌在有憐憫的這個性情 譬如說耶穌當他在聖殿裡面 趕出這些做買賣的 就是在彰顯神的供應 然後呢 神的榮耀在哪個地方 達到最高點 十字架 十字架 神的榮耀達到最高點 為什麼 因為神是公義的神 他對罪一定要審判 今天如果他對罪沒有審判的話 他就是不公義了 所以他一定要審判 可是今天如果神對我們審判的話 我們今天每個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坐在這裡 因為審判的結果就是 所以我必須要下聖殿 你怎樣看 但是今天神對我們 又非常的慈愛 對吧 所以他怎麼樣來向我們這樣點慈愛 又不審判我的罪 唯一的答案 必須要有人替我接受審判 不是嗎 必須要有人承擔我的罪 然後替我接受審判 也是於今天神不需要來審判我 神也不能夠再審判我 為什麼因為他已經審判給耶穌了 耶穌替我承擔的罪了 耶穌替我承擔的罪了 如果今天神審判的耶穌 再來審判 王那他就不公義了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十字架把神的公義跟慈愛 帶到了最高點 他在耶穌身上彰顯他的公義 可是在我身上彰顯他的慈愛 因為耶穌替我們接受了審判 所以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你就可以看到 讓人可以更認識這位神 因為他來彰顯神的榮耀 耶穌不只是彰顯神的榮耀 耶穌本身就是神 對吧 所以他本身就是榮耀 你如果去看燈山變相 在約翰佛音十七章第二集裡面就記不來了 因為說耶穌他的臉面 銀亮如日同 伊撒的潔白如光 就讓你看到說 將來在神的國裡面 這位主耶穌 他是何等榮耀的一位主 讓你先立場一下 榮耀的光景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這位主 他不但彰顯神的榮耀 他本身就是神 他本身就是榮耀 這是第四方面 耶穌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我們再看第五個方面 耶穌是神本體的真相 耶穌是神本體的真相 因為他這個經文裡面 他告訴我們說 第三節 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他是神本體的真相 那我們知道神是靈 神是靈 所以你能不能用你的肉眼去看到這位神 那你說我看不到這位神 我怎麼樣認識這位神 我看不到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要來到世界上 耶穌來到世界上 耶穌來到世界上 不只是為我死在世界上 當然這非常重要 可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他是神本體的真相 意見說他把神表達了出來 在約翰福音一章第八節 約翰福音一章第八節 第一章十八節 他這樣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疑的獨身子 將他表明出來 我們沒有人看見神 可是呢 你看到耶穌 你就可以知道這位神是怎麼樣 那位神 因為他把他表明出來 對吧 在哥林多後書四章四節說 以基督本是神的像 你有沒有看到基督跟神是什麼關係 基督本是神的像 也就是說 你雖然看不到神的本體 但是你看到耶穌呢 你可以去揣摩這位神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是像 今天如果人家給你一個像片 你會怎麼樣 你看到這個像片 是不是開始去揣摩 當時這個人呢 他是什麼樣的個性 他在什麼樣的場合 什麼樣的心情 照不照樣想 會不會去揣摩 不會吧 今天你看到耶穌 他就是要你去揣摩這位神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是神的像 這就是為什麼 當那個斐力在問耶穌 他說把父先給我看 耶穌這麼講 我跟你這麼久了 難道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啊 對吧 在約翰徒14章第9節 講得很清楚了 你看到我 就是看到父一樣 因為他就是神的像 所以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呢 好像是一塊試驗的石頭 試驗的石頭 他一來呢 就把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屬神的 真的認識神的呢 把他寫明出來 所以為什麼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 那些真的認識神的 他會來信耶穌 可是那些法利塞的那些文師呢 他不但會信那些抵擋耶穌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真的相信神 本來就不屬神了 所以耶穌一來就把他 這些人都寫明出來 所以耶穌那就是那塊石頭 很寶貝的石頭 在彼得前書第二章 七到八節 就講得很清楚吧 他說耶穌這塊石頭 在信的人啊 就是防角的頭塊石頭 非常寶貝 可是在不信的人啊 就是做了半角的石頭 別人的磐石 你不信的話你就被他跌倒 就是被他半倒 耶穌一來你就不信他 就跌倒 耶穌就是這塊誓願的石頭 把你誓出來了 你的心如何都把你誓出來了 所以很清楚的 你怎麼樣對待耶穌 你怎麼樣對待神 一樣的 在約翰一書二章二十三節 這樣說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 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你有沒有看到父跟子的關係 你不認子 你不認耶穌你就沒有父 你就沒有神 但是你認耶穌 當時道生都生了 你就有神 所以不管其他的宗教 他怎麼樣宣告 很多的宗教都說 有啊神在我們這個宗教裡面啊 你不要相信 除非他認子 除非他相信耶穌 不然神不在那裡難追 因為父神已經把所有的權力都給了耶穌了 他要人家尊敬子 好像尊敬父一樣 你怎麼樣對待耶穌 是怎麼樣對待神 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不能今天你信耶穌了 你就不能說 我只要敬拜神這句話 我不要去敬拜耶穌 你不能這樣講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介紹給兩次父神說 這是我的愛子 你要聽他 是我所喜悅 在啟示錄第五章十二節就記載了 他說千千萬萬的天使在敬拜耶穌 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送贈 我們大概從十二、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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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天使都在敬拜耶穌 今天我們怎麼說我不敬拜耶穌 所以第五方面 耶穌是神 本體的真相 他把神完全表達出來 我們再看第六方面 第六方面 他的榮耀 耶穌洗淨了人的罪 耶穌洗淨了人的罪 你看 這個答案對不對 當然對啦 很好的答案對不對 那當然也有人說 我需要被洗淨啊 因為我想要清淨這位神 可是這個罪就攔除我去清淨神 這個答案對不對 也對 可是卻不是最終極的答案 終極的答案是什麼 神出道的目的是什麼 上來講啊 好不好 榮耀他 榮耀他 今天如果我會有罪 沒有去罪 沒有出力 帶著我的罪 會怎麼樣去榮耀這位神 不可能 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 二十三節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會缺了神的榮耀 所以今天沒有錯 我是有神的形象在我裡面 但是呢 這個罪就讓我 會缺了神的榮耀 活不出神的榮耀 來面貌向榮耀死 這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把罪洗乾淨 那今天誰能夠洗淨我們的罪 你可不可以洗淨我的罪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洗淨我的罪 為什麼因為你自己都有罪 動物可不可以 動物的血不能夠洗淨我的罪 動物的血不能夠洗淨我的罪 如果可以的話 帶錢給他 花個錢就可以 殺一殺 流血 我的罪就沒有 不是的 旧約那個時候 因為耶穌還沒來 那暫時用這個方式 暫時奢免他的罪 真正能夠洗淨我的罪的事 只有一個 耶穌他的保險 為什麼 因為只有耶穌是無罪的 在旧約的時候 現今那些羔羊一定要是沒有殘疾的 這表示說 將來這位救贖主一定要是無罪的 今天如果耶穌有罪 他沒有辦法洗淨我的罪 這就是為什麼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 他的每個思想 每個意念 每個動作 每個行為 都必須要無罪 他才能夠把他的意給我 讓我能夠稱異 今天我信耶穌的醫學說 我把我的罪給他 他把他的意給我 交換 今天耶穌有罪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意給我 我沒有辦法被稱異 所以 只有耶穌 他能夠洗淨我的罪 因此我的罪 被耶穌的保險洗淨 我現在就能夠 靠著主 我可以活出一個聖結的生命 對 被對付的罪 勝過我的罪 好這是第六方面 耶穌洗淨的人的罪 第七方面 耶穌的榮耀 是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因為第三節的後半段 最後他說 他洗淨的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所以耶穌 他為了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教上 然後第三天復活 後來升天 然後到父神的右邊 然後他就坐下來 對不對 坐在 那為什麼耶穌可以坐下來 因為他在世界上已經完成了這個救贖的工作 對不對 所以他在上面就坐下來 坐在父的右邊 代表他的全力 對他的能量 那有人為了好奇 那耶穌現在坐下來 到底要做什麼事 那如果你去看聖經的話 耶穌是我們的大祭司 他在天上 繼續不斷的為我們代求 再替我們禱告 替我們求 你說求什麼呢 那你要知道更多的話 你去看 約翰福音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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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大祭司的能告 他不但為自己求 他還為他的門子在求 記得他 他在求 求父神保守我們 拖令那惡者 你想 今天如果沒有耶穌 替我們求的話 這個惡者攻擊這麼厲害 魔鬼攻擊這麼厲害 你的惡迪黨 他在替我們求 耶穌在替我們求 而且呢 耶穌還替我們求 這個教會不夠合一 大家要合一 不然的話 教會你的聲音 我的聲音大家都不一樣 我不懂意見 早就紛紛離析了 耶穌為我們的何以禱告 然後呢 耶穌也替我們求 用真理 讓我們能夠成聖 讓我們能夠明白神的話 能夠活出神的話 也是我們生命不斷的聖結 所以耶穌在替我們求 然後呢 耶穌也替我們求 將來我們可以進到祂的榮耀裡面 所以將來我們能夠 與耶穌同在 在榮耀的天堂 是耶穌為我們求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位主 祂這樣愛我們 祂救贖我們以後 祂不會說 讓你自生自滅 不會的 祂還繼續不斷地在 為我們囊高 為我們求 直到將來見主變 將來祂會再回來 帶我們到祂為我們主變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耶穌七個方面的榮耀 當人家在問你的時候 你知道 你所信的這位主是誰 所以最後結論 大家想一想看 我們所信的這位主 祂是宇宙的創造者 然後拖住這個宇宙 然後承受這個宇宙 祂是神榮耀所化的光輝 然後祂是神整體的真相 這麼樣偉大的一位主 卻願意從天上下來 謙卑 對不對 後來講的慰愛謙卑 替我們實在甚至加上 今天你怎麼樣 為贏神的愛 你每次當你想到 這麼偉大的主 卻願意為你這樣舍命的時候 你會不會充滿了感恩 所以請大家記得 我們這位主不但是這麼偉大 這麼榮耀 祂從最高 祂把自己降到最低 低到什麼地步 低到實在是加上 這位罪犯 被侮辱 祂從最高到最低 祂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把我們從最低帶到最高 我們本來是罪的奴仆 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 祂把我們從這個光景圈 帶上來 最後帶到祂榮耀裡去說 你有沒有看到 這位愛我們的主 是愛我們的道理 不會放棄我們 所以讓我們把我們一生的光陰 我們都奉獻給祂 讚美祂 不是祂榮耀的 現在先來見父母 我們先接著這一段經文 讓我們對耶穌 他的榮耀 他的愛 更多的人生 祿祂求祢幫助我們打開我們心裡的眼睛 讓我們不但明白耶穌對我們的愛才能夠高昇 我們更想知道怎麼樣活在主的旨意裡面 讓我們的生命不斷的成為聖結 讓我們能夠不斷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這一位愛我們的道主 來榮耀這一位坐在馬做上 为我们被杀而靠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使耶稣基督的圣女 谢谢当牧师带给我们的教导 请大家一同请例 我们来唱三音颂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祢自己的恩典 祢保守我们从遂守到年中 我们的路径上都滴满自由 让我们回顾我们所经历的 祝我们献上感谢 因为虽然我们的生命的路途当中 我们有挑战 我们有低 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的不顺 但是主我们回头在此的思考 祝我们发生到祢的恩典跟祝福 远远大过有正见 因此当我们站立在祢台前的时候 愿主祢继续的赤福在我们身上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祢面前所摆上的奉献 也是要荣耀祢自己的 愿主祢也恩待我们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智 把我们所摆在祢台前的 能够成为主自己活路拓展的一个基础 谢谢祢保守我们 当我们在祢面前站立的时候 我们是在祢面前共同的 一起的同心的献上我们的敬拜 也愿主让我们真愿有样子的心智 在这新的年度当中 我们与神同行 让我们分散回到个人的家中 个人的工作岗位当中 主我们渊人看见 与神同行的样子的见证 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现 在我们即将要分散的时候 我们求天父上帝 让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 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要荣耀称赞归于神 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拥有便远 阿们 各位请坐 我们过到以后 彼此问安 各位有需要的 代表的 一起到前面来 牧师来讲